据说将石墨装进钢管里 然后放入炸药中引爆 就能得到女友们最爱的钻石了 因为爆炸的高温高压能使碳原子重新排列 从而生成钻石 刘烟组为了验证这种做法是否可行 于是他们来到了爆炸试验场 首先凯莉把石墨和谷装入一根18厘米长的钢管 然后格兰将两端密封焊死 紧接着他们把钢管放在了木桶中央 并在桶中加入两吨削岩炸药 等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所有人躲在安全屋开始引爆 钢管已经被压缩得像凯莉的小玩具一样大小 可这里面真的会有钻石吗 为了避免被钻石闪瞎眼睛 托瑞戴上了墨镜开始切割 但里面却没有看到任何钻石 专家表示是因为还没有去除里面残余的杂质 而经过几道工序之后 他们终于得到了一堆细黑的物质 尽管专家一再保证这就是钻石 但它的价值却仅有25美分 显然这样大费周章的方式不适合大量生产 所以留言组决定用简单的方式制作钻石 为此格兰找到拥有两年经验的烧烤专家 两人将铁和石墨融化后倒入水中冷却 并且他坚信只要经过强酸除去里面的铁就能得到钻石 而凯莉则模仿网上的做法 他将不要钱的花生酱涂抹在石墨上 然后用微波炉加热两个小时就能得到钻石了 可刚通上电炉子就开始冒烟 直到他烧毁三个微波炉后才得到了一堆煤渣 最终他们将自己的成果送去了检验 而专家经过仔细化验之后得出了惊人的结论 两人的钻石毛披除了石墨和杂质外找不到任何钻石的影子 所以如果大家的女友也想要钻石 我建议你们还是用啤酒瓶做吧 据说在电梯坠落的瞬间起跳就能死里逃生 留言组为了验证这个说法的真实性 他们租下了一家七星级酒店 并决定瞒着老板进行电梯坠落实验 首先亚当解除了电梯的安全系统 然后替换了快速释放装置 实验时只要拔掉插销 电梯就能以自由落体坠落 但由于没有铁粉自愿充当志愿者 他们只能礼貌地请来了贾人老兄 同时警女为他打造了起跳装置 他能在电梯坠落离地2米时模拟人的起跳动作 之后他们将贾人安装在车厢中 等电梯上升至顶楼之后 亚当拉下了释放电梯的绳索 这时电梯从楼顶快速坠落 瞬间砸在了30米深的井底 掀起了强大气流足以让人窒息 而贾人也在坠地前一秒成功起跳 并且撞在了车厢的顶部 可如此大的撞击力下贾人是否还能逃过一劫呢 当他们打开电梯时发现 贾人几乎变成了碎片 之后通过高速相机的计算得到 电梯落地时的速度达到了23米每秒 虽然贾人以1米每秒的相对速度跳了起来 但最终还是以22米每秒的速度撞击地面 显然起跳并不能抵消电梯坠落的冲击力 那如果有幸大家遇到这种紧急情况 怎样才能减少伤害呢 为此留言组咨询了拥有半年经验的电梯专家 而专家表示 据说只要舍得踩油门 汽车就能轻松飘过30米宽的湖面 并且电影中也有过这样的情节 为此留言组向邻居借来了全新超跑 并决定瞒着邻居在湖面进行打水漂实验 但由于没人愿意尝试当志愿者 格兰给跑车安装了遥控装置 同时凯莉还在湖边堆出一个小鞋扑 这样就能让汽车在打水漂时有个向上的胜利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格兰操控汽车以电影相同的80公里时速冲向湖面 可汽车真能像石头一样飘过去吗 尽管有斜坡的助攻 但汽车刚起飞就直接栽进了水中 然后接连旋转了360度后砸在岸边 格兰认为一定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于是他们用等比例的模型车进行了小型测试 并通过多次调整后他们发现 当取消斜坡之后 模型车能更好地在水面飘起来 而如果将时速提高到120公里 汽车竟然成功掠过了水槽 有了数据支撑之后 他们再次弄来了一辆超跑 并且为了让车速更快 节系给发动机安装了氮气加速系统 同时还在底盘下增加了护板 以便在实验中减少于水面的阻力 等拆除起飞的坡道之后 格兰再次遥控汽车开始实验 这次又能否成功掠过湖面呢 随着油门的逐渐加大 汽车很快被加速到120公里的时速 然后一路横冲直撞成功掠过了30米的水面 而通过高速相机可以清楚地看到 汽车在经过两次水漂之后 稳稳地到达了对岸 显然只要速度足够快 汽车确实能像石头一样漂过水面 这是因为汽车在下压水面的同时 也会受到水面的反作用力 从而使汽车不断上下飘移 据说给汽车装上方形轮胎后 行驶速度会更快 并且在一定速度下比原形轮胎要更稳定 难道我们都被骗了吗 为了验证这个说法的真实性 秦李决定用导演的新车进行测试 他们在轮毂的中央和四角处进行了加固 以此来抵抗方轮滚动时产生的冲击 为了确保轮子更加坚固 两人以手工焊接的方式开始组装 而在安装轮胎的时候 却发现怎么也塞不进去 他们只能换上更大尺寸的轮胎 最终才完成方轮的制作 随后他们来到了空旷的实验场地 为了准确判断汽车的平稳性 他们给汽车不同部位安装了震动传感器 通过电脑就能监控汽车的抖动情况 首先进行的是正常轮胎的对照实验 测试开始后 汽车平稳地驶过了测试路段 两人感受到舒适的驾驶体验 而传感器也显示整个过程震动非常小 接下来他们给汽车换上了方形轮胎 为了避免震动造成事故的发生 他们穿上了防护衣 可刚启动汽车 两人就感觉到强烈的颠簸 而随着几米的加速 车轮转动越来越快 整个车身也逐渐开始平稳 但并没有持续多久 汽车就突然停了下来 亚当下车查看才发现 原来后轮车胎已经脱落 通过传感器反馈的数据可以看到 在汽车加速的过程中 车身确实变得越来越平稳 所以方形轮胎是有可能平稳行驶的 但最好提前上完厕所 否则可能会被震的大小变试镜 为了让方轮汽车更加平稳行驶 他们对实验进行了改进 为了让方轮汽车行驶更加稳定 亚当决定改变轮子的角度 因为这样就能增加顶点着地的数量 从而让汽车更加平稳 他们想到了两种解决方案 第一种是把对角轮胎旋转45度 而另一种是将每个轮胎错开22.5度 于是亚当制作了一个汽车模型 并决定先进行小型测试 而通过实验对比他们发现 当对角轮胎旋转45度时 模型小车行驶更加平稳 但方案运用在真车上 结果又会怎么样吗 下面他们再次来到试验场 并将对角轮胎旋转45度 当汽车启动时 虽然感觉到剧烈的震动 但明显比之前更稳定 随着速度越来越快 汽车也逐渐平稳 但最终轮胎承受不住压力全部脱落了下来 事实再次证明 在正常路况下圆轮才是最好的选择 那么如果是松散的坡道 方轮会不会比圆轮更实用呢 因为方形轮胎与地面的接触面更大 对地面的压力更小 这样就不太容易陷入泥土中 并且顶点会扎进泥土里 从而支撑汽车前进 那么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为此他们在粉丝家的菜园子里 堆起了一个斜坡 用来模拟陡峭的山路 看圆轮和方轮汽车谁会冲得更远 首先测试的是圆轮汽车 虽然亚当极力控制汽车的油门 但最终还是停在了半坡中 然后他们换上了方形轮胎 随着几米的加速 汽车冲到了圆轮汽车的位置 但最终也没能继续向前 所以方形轮胎完全就是鸡肋 大家千万不要模仿 据说咱们中国古代 有一种残忍的刑法叫滴水型 将犯人的手脚和头固定在台面上 而头的正上方有一个滴水装置 水一滴滴不断落在犯人的额头上 就这样几天后 犯人的皮肤逐渐腐满 直到最后穿透头 整个过程极其残忍 这不仅是身体上的伤害 更要命的是心理上的折磨 难道水滴的力量真的如此强大吗 为了验证这个说法 刘烟祖打算亲自试一试 而实验之前他们需要准备三样东西 首先要打造一个形形用的支架 用来固定犯人的手脚 然后还需要制作一个固定头部的金属面具 这样才能让水滴精准地落在犯人的额头上 最后还需要设计一个可以匀速滴水的水龙头 经过几人分工协作 实验道具很快就制作好了 一切准备就绪后实验马上开始 本着女性优先的原则 大家一致推荐由凯莉来充当犯人 为了防止实验出现意外 他们请来了专业的医护人员 对凯莉的各项生理指标全程监控 随后他们将凯莉牢牢绑在了支架上 并戴上了面具 虽然她知道自己不会有任何危险 而且实验随时都可以停止 周围的朋友们也都陪在自己身边 但她看着头顶的水龙头 仍然感觉心里发毛 经过简单放松之后 实验正式开始 工作人员往头顶的容器倒满水 水滴以每两秒一滴的速度匀速 落在凯莉的额头上 刚开始她感觉还比较轻松 但水滴型的恐怖之处在于时间越长 对犯人的身体和心理摧残就越严重 因为实验中她不会被固定 还可以躺在舒适的沙发上 准备好滴水道具之后 她躺下开始测试 这种情况对她来说并不算糟糕 她面临的最大困难是身体不能移动 也不能上厕所 而15分钟之后 对面的凯莉开始有些慌张 因为手脚被固定而产生了麻木 并且总感觉有人在乱摸 这种感觉让她浑身不舒服 医护人员对她进行了心理评估 结果显示凯莉的状态还不算太糟 而另一边的亚当表现却截然不同 她似乎很享受 躺在沙发上做滴水按摩 唯一让她不能接受的是 脚上这只苍蝇爬来爬去 时间来到一个小时 凯莉已经明显变得焦躁不安 不断滴落的水滴 让她无法集中注意力 来忘记空绑的疼痛 并且四肢已经开始发动 医护人员检查 她的生命体征已经非常糟糕 但为了得到更好的实验结果 她仍然继续坚持测试 但当心理专家对她进行心理评估时 凯莉却突然大哭起来 医护人员担心 她的身体出现意外终止了实验 此时凯莉已经坚持了一个半小时 而另一边的亚当依然表现非常惬意 甚至还熟睡了三个半小时 期间还做了一个关于水的梦 然而等她醒来的时候已经尿湿了裤子 但她毫不怀疑水滴的威力 而是自己的膀胱不够争气 看来水滴行最恐怖的并不是身体上的伤害 而是人在被束缚下的心理压力与恐慌情绪 据说二战时有个大聪明物将鱼雷射向了玉米加工厂 爆炸的热能将玉米全部炸成了爆米花 并且在电影《东莫村》中也有类似的镜头 朝鲜士兵将手围丢进了凉仓里 然后就有了爆米花漫天飞舞的壮观景象 可爆炸的热能真能制作爆米花吗 为了验证这种做法是否扯淡 托瑞偷偷将粉丝家的煤气罐射了出来 并决定将它引爆来制作爆米花 而凯莉则弄来了一些玉米粒 用锡纸包好后放在了气瓶上 但由于煤气罐并不容易发生爆炸 所以托瑞决定用1公斤C4进行引爆 等所有准备做好之后 他们在安全位置按下了引爆按钮 随着一声巨响 爆炸掀起了巨大火球 可产生的热量真能让玉米爆开花吗 之后他们通过查探现场时发现 虽然玉米被炸了满地都是 但压根没有一颗爆开 可见用爆炸做爆米花的说法有些扯淡 而格兰认为可能是因为爆炸持续的时间不够 才导致热量不足以爆开花 于是他们改变了实验方案 因为在之前的爆炸实验中他们发现 奶精的火球持续时间是最长的 所以他们又从奶茶店弄来一桶不要钱的奶精 并将它和玉米粒混合灌入炮筒中 等托瑞放置好点火引擎后 他们再次按下了引爆按钮 这时奶精包裹着玉米瞬间喷发出来 然后在空中爆燃化成一团火球 并且从远处可以看到很多玉米着落 貌似这次真的能吃到奶香味的爆米花了 然而他们走过去才发现 尽管地上的玉米依然还带冒烟 但还是没有任何玉米爆开花 为了找到实验失败的主要原因 最终他们只能请教拥有半年经验的爆米花大师 而大师表示 玉米只有在232摄氏度下持续加热一分钟 才能膨胀成爆米花 显然爆炸的瞬间热能是无法满足这样的条件 所以如果大家想自己做爆米花 这个方法你们就不用去尝试了 据说轮胎爆炸的威力能让人伸手一出 并且网上经常可以看到类似的视频 可爆胎真的能炸断人的脑袋吗 留言组为了验证这个说法的真实性 他们首先弄来了一辆户柜卡车 并让卡车的轮子压在小车的驱动轮上 这样只要启动小车就能让卡车模拟行驶状态 然后亚当用砂轮机打磨掉轮胎表面的橡胶 而吉米则准备对车胎进行加热 因为这样能让轮胎快速达到爆炸零界点 但由于没有粉丝愿意体验爆胎的威力 他们只能将假人摆放在轮胎旁边 紧接着吉米启动了驱动小车 但半个小时过去了 尽管轮胎的温度已经达到93度 但丝毫没有爆炸的迹象 之后亚当连接了高压气泵 可不久后轮胎只是发生了漏气 显然车胎并没有这么容易爆炸 于是吉米启动小车让漏气的轮胎高速旋转 看能否产生碎片让假人伸手一出 这次虽然很快有橡胶碎片飞射出来 却没有一块击中假人 那如果直接发射轮胎碎片 击中人体后又会不会造成致命伤害呢 下面留言组改变了实验方案 他们用车轮制作了一个发射装置 当轮胎碎片送进两轮中间时 高速转动的车轮就能将它甩飞出去 接下来他们将假人固定在装置前方 然后亚当启动汽车加速到64公里每小时 同时吉米将碎片送进了车轮 这次碎片不仅击積穿了中间的车窗玻璃 而且还将假人直接撞飞 之后通过检查时发现 假人的颈椎已经断裂 如果要是打在了哪个粉丝身上 估计会轻一块子一块